每天吃一瓜蜂劈结巴巴巴 四大仆女里杨子和于书欣肯定是没有争议的 毕竟一个交感十足 一个鬼迷日眼确实是匮乏欣慰 但赵露丝和白露到底是仆还是 只是说不能走明艳路线还不好定论 毕竟这两位在有些距离其实还是及格线以上的 不过赵露丝现在算是让大众对他彻底死心了 他日前在澳门参加奢品活动时 简直是看起来让人害怕说是太妹出街也不为过 在这种情况下瓜仲只能表示 仆女个个都是实至名归 不过以后赵露丝还可以再单开 一个沙马特夜店风的赛道就是了 面对瓜仲的调侃赵露丝粉丝也不知道该怎么晚尊 毕竟这一次他难看的实在是太客观了 只能说赵露丝这是尊重品牌方 在入乡随俗毕竟这牌子是欧美的 所以他就走欧美风 显得更有诚意为了自圆其说 粉丝还把闯欧美圈的Lisa拿来当例子比较 只是Lisa开启飞用模式 还可以说是想几近豪门 毕竟LV三公子吃这一套 但赵露丝朝这种下流路子走究竟是图什么呢 85花接不了大花的班 95花也接不了85的班 现在的那鱼真的是降级到了 让人觉得魔幻的程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